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这里是灵灵子哦 今天开箱的就是来自菲利克斯托伊斯的小丑 西斯来接仰貌的经典款 全部只套装和精美的头雕 就是这个人偶最大的特点 诶 灵灵子这里正好还有马菲的西斯小丑 他是标准的纯胶质可动人偶 在目前的日系六寸西斯手中 算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对比一波 菲利克斯版小丑因为是布置套装 能更好的隐藏关节 多层的服装设计 也能更好的还原电影小丑身穿紫色封衣的经典形象 马菲版的封衣虽然为纯胶质 但整体纹理和阴影刻画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惜大衣的硬定材质确实有些阻碍可动 菲利克斯版上半身是穿着西装和串衣 有魔术贴连接 打开就可以看到紫色的串衫 以及绿色的领带 诶 灵灵子爱上这样的设计了 而马菲版虽然只做到了西装外表 但可拆设计也能脱下外套 展示电影中被拷问的形象 众所周知 电影的名场面 蝙蝠侠拷问小丑的小段 感人印象深刻 布置套装的优势 此刻尽显无遗 脱下外套就能还原 而马菲版本则需要和另外一款 伪装警察小丑中的配件联动 才能成功完成这一转型 高下立判了 两款小丑的下半身 都是紫色的数条纹西裤 右腿搭配经典的华表金链 嗯 马菲版则搭配的是银链 啊 看看电影 看来还是马菲还原度更胜一筹啊 菲利克斯版还特意做了放个袜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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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那头发笑了 两款的头雕都是经典的西斯莱杰样貌 向后撩起的绿色卷发 深色的黑色眼圈 和裂开的纤红色嘴唇 不过李李子觉得 菲利克斯版头雕更像一些呀 特别是狂笑头雕 有西斯莱杰的神韵了 马菲版却像是小丑模仿秀 笑起来扭扭捏捏捏的 没那感觉了 两款配件都十分丰富 先看武器 这两人都是武器大师啊 笔手到手枪 嵌弹枪到炸弹 应有尽有啊 不愧是混乱魔王小丑 马菲版甚至还有装备火箭筒 全套武器拉马 我宣布 武器方面 马菲赢了 两者都有Joker的扑克牌哦 而菲利克斯又附赠纸质卡牌 月胜一筹 大家是喜欢不易与人偶的完美结合 还是喜欢传统交织的可动人偶 灵粒子自然是全部都要 这里是灵粒子哦 趁着断道骑士不在家 带大家看看最新的魔王搭配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